《使徒行传》第25章 斐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斐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押在凯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斐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饭 但斐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凯撒利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斐利斯留在坚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峙 未得机会 分速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到这里来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势而来 同着众千夫长 和城里的尊贵人 进了宫听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亚基帕王何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 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 把他解去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 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 到你亚基帕王面前 我要在审问之后 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 解诵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传 第26章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辨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十位万幸 更可幸的是 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由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中 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自己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 拉萨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 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 囚在间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 和命令 往大麻士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 上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指示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 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亚七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士阁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 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 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宪政 所讲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 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单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 王和寻抚 并摆尼基 与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就可以释放了 我们接下来看 《使徒行传》25到26章 24章一直到25章12节 都是讲到保罗 在盖撒利亚受审 还有被求的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先来看 25章1到12节 是接续24章的 所以在24章结束的时候 菲利斯这个人 想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把保罗就留在尖里面 当然不只是讨犹太人 他还渴望能够 拿到一些贿赂的钱 听说后来 就有很多人对菲利斯不满 就控告他 所以该撒就把他给撤掉了 两年之后 菲利斯也过世了 所以有新的巡抚 菲斯都来接他的任 这个时候 大祭司也换人了 但撒都该人对保罗仇恨 丝毫未减 所以我们看到 第25章第三节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要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 埋伏杀害他 那新上任的菲斯都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25章第9节 我们就看到 菲斯都也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 所以他也是被仇敌利用 因为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 一直就是想要在途中杀掉保罗 那更不要说 如果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更方便能够杀保罗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巡抚 我读到这里 我都觉得好像我们现在的选举 大家都是要讨选民的喜欢来做事 所以所开的支票 在选举开的支票都不见得会应验 那25章第7节 我们就看到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就围着保罗 这样站着 又将许多重大的事情控告他 但是这些控告事情都是怎么样 都是不能证实的 现在家人仇敌常常用各样的方法来 诬告控告 神的仆人 神的事工 跟神的教会 你要知道 现在很流行短视频 短视频常常就是在你讲的所有话当中 取一段或者是取一个表情 断章取一就要来曲解这个人说话的意思 就要来诬告 就要来污蔑 所以亲爱的家人 尤其是在现在 不要轻易的相信 没有证实过的负面的消息 即使你说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你怎么知道前后文讲的是什么 尤其现在AI 可以换脸 可以用声音 那我们更是不知道 我们看的东西是真是假了 所以第一个 不要轻易的相信 对神的家 神的教会 神的仆人的诬告 第二个 即使这可能是真的 或者这就是真的 也让我们不要去传舌 让我们不要成为仇敌 所利用的工具 就是像每一次这些 告保罗的人旁边的这些会众 如果是神所要接近 所要管教 所要揭发的事情 我们就让神来做 25章11节保罗就说 我要上告于凯撒 这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的要求 罗马公民是享有公平受审的权利 除了当场就被捉拿的杀人犯或者是盗匪 任何人都可以上诉到凯撒皇帝的面前 那保罗坚持要上告于凯撒 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 而是他早已经定义在第19章21节 就是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刚刚读的23章11节 神也特别对他说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要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所以菲斯都就接着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就等于他也放弃了对保罗的审判权了 亲爱家人在这里又是一个转折 表面上是保罗的要求 郑重菲斯都的下怀 好像把这个烫手的山鱼 赶快就送出去 事实上是主在管理一切 因为是保罗该前往罗马的时候了 25章13节到22节 讲到雅基帕王来访 那菲斯都这个信任的巡抚 就在这里向他提起关于保罗的事情 那雅基帕王就非常的有兴趣 很想要听保罗的辩论 就因为这个缘故 保罗在雅基帕王面前 就也有了一个生变的机会 其实更可以说 其实是他在王的面前为主做见证 那我们先看一下雅基帕王的来访 雅基帕王与犹太巡抚是平级的 所以远到前来拜访 是为了与新任的罗马巡抚 他要搞好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巡抚我们刚刚提到 就意外的像他提到一个叫保罗的这个人 那菲斯都就想要咨询一下雅基帕王的意见 因为雅基帕王是犹太宗教问题的专家 他是有权委任大祭司的 而且他管理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初撒都该人指控保罗 污秽圣殿的罪名已经站不住脚了 如今取而代之是对复活的争议 这在菲斯都的眼中 并非可以立案的一个民事或刑事罪名 所以保罗真正被指控是因为传讲 耶稣复活的真理 这个真理吸引了雅基帕王 所以他就想听听看保罗怎么讲 接下来我们看25章23节 一直到26章结束 都是整个公审的一个过程 那从23节到27节是 菲斯都向王成名保罗的案情 你要知道一个50多岁的保罗 在出场之前 雅基帕王才32岁 23节有讲到 他是大张威士而来 那在座的有巡抚 有军方人士 有社会名流 大多是外邦人 还有从耶路撒冷来的 这些长老跟祭司 所以我们知道 所有在亭上站的 都是身世显赫 地位尊贵 但是呢 在这整件事 他们无形当中 都成了跑龙套的配角 神反而把那个 渺小被囚的保罗 就是因着这些人 衬托成了这个 大场面当中 真正的主角 大家都要来听他讲 也应验了 主对保罗的预言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被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神的安排 何等的奇妙啊 那24节我们看到 菲斯都说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河这里 成像我恳求 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 该死的罪啊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咒明主上 这是他对 亚基帕王说的话 24节你们看这人 上次这句话被用 是比拉多 把这句话 用在耶稣的身上 不可容他活着 是不是也很像 他们也是这样 对待耶稣的 所以不管是看这人 还是论到这人 菲斯都都表明 我真的很为难啊 一方面我要安抚 撒都该人 不能释放保罗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查不出来 任何事情 可以咒明上主的 虽然他上告了凯撒 因为菲斯都写不出来 确确的事实的 这个告诉啊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 看这人 论到这人 其实都找不到 他有任何的过错 26章1到29节 保罗就开始来生变了 以及说他要为自己开罪 可以被释放 你不如说他这个生变 等于在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保罗完全不在乎自己 他只要一有说话的机会 他就是要传福音 所以第一个他讲到 信主之前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保罗说 从前的我就是这样子 我是逼迫基督徒的 我是逼迫教会的 不但如此我要把圣徒都下在尖里 我还要找出他们的定案 11节在各个会堂 我要追逼他们 直到他们都逃到外邦的诚意了 接着保罗就讲到自己 信主蒙昭的一个经过 所以他就再一次重复的提到 在大马色的路上 耶稣向他显现 那在这里有一句话 是跟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耶稣跟保罗说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用脚踢刺这是一个古希腊的谚语 意思就是你自不量力了 你根本都不可能赢的 所以耶稣等于在跟保罗说 你真的不用跟我对着干 一定是徒劳无功 而且深受其害 我觉得今天读到这里 我觉得圣灵对我的心 也有一个提醒 也有一个光照 就是只要是神所拣选的 以及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 无论如何我们要固执 反抗亡梗 想要逃离开 我们总是逃不过神的掌权 跟神的主权 就像约拿一样 逃不掉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 其实就是顺服 所以我以前有听过 属灵长辈说过 快快的顺服 就少少的挨打 他这个少少的挨甲 是指你不需要用脚踢刺 好像被神围堵 一直去撞墙 我们要认得神的拦阻 也要去认得神的镜子 所以耶稣不但是向他显现 在26章18节 他也告诉了保罗 他对保罗的一个托付跟呼召 耶稣说 我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也 所以保罗受的托付 真的是太尊贵了 太荣耀了 他不只是能够 医治人肉身的眼阴 瞎子 那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能够让人从黑暗中 看见光 看见周围的景象 他还能够开人 属灵里面的眼睛 你知道心灵的眼睛 一旦被打开 我们知道 唯有他是神 一旦我们知道 唯有耶稣是主 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这位神 我们真实的认识 会改变我们这一生的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改变我们怎么过生活 所以神 差遣保罗 去到百姓 跟外邦人中间 最重要是要开他们的眼睛 要把他们 从撒旦的权势里面 夺回来 从黑暗的国度里面 夺回来 让他们成为光明之子 这真的是一个大搬家 从本来是可周可主的生命 我们可以搬到一个 有永生盼望的国度 26章19到29节 我们就看到保罗 讲完自己的见证之后 他怎么样来回应 他说 雅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所以保罗真的是 从这个中心耶路撒冷 一直扩展到圆周 一直往前 从来不停顿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不管是他遇到鞭打 性命都快没了 遇到拦阻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 这个天上的意象 保罗对他所领受的意象 忠心付诸行动 我们看到 神迹奇事就印证 他所传的道 亲爱的家人 当我们从神领受到意象 领受到话语 领受到呼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应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完 就觉得哇很好 然后接着我们又回去 过我们原来的生活 保罗不是 保罗说从他领受这个呼召之后 他是热心到一个地步 是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所以神很奇妙 得着这个认真的保罗 当初怎么样逼迫基督 他现在就更是连命都不要的 要来传主的福音了 到第21节我们也看到 因为保罗非常忠于 他所领受的这个意象 他广传福音 所以他也遭到 犹太人的逼迫跟追杀 所以26章22节 他就说 亲爱的家人 其实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保罗老早就被杀了 一路上有这么多次的危机 这么多的危险 而且这么多人 起事不吃不喝都要杀死他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他今天不可能站住 像他自己所说的 而且是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 都能够做见证 保罗只要有机会 包括他受审 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 他见证的内容 永远都不离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和他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保罗的整个福音 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持续的传讲 耶稣并他定十字架 还有他从死里复活 我真的相信 我们更多的去祷告 更多的去默想 更多的去传讲 神就会更多的开启我们 这个当中的奥秘跟大能 保罗就是靠这个而活的 26章24节 非诗读说 保罗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大了 反教你癫狂了 保罗就回答说 非诗读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 我看到这里太感动了 保罗对福音的热情 对他所传讲真理的 那个热情 那个真实的经历 到一个地步 前面形容他是瘟疫一样 这里形容他是疯了 你疯了 我其实在预备 这段圣经的时候 神就光照我 我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上面 我没有这么多的开启 没有这么多的经历 以至于当我在传讲的时候 就不会成为第一件事 我要人家知道的 你要知道主耶稣复活了 他有复活的大能 你要知道耶稣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所有的罪 都与他一同定在十字架上 而且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胜过了一切仇敌的全世 跟死亡的全世 我真的觉得我开启太少 太少太少了 现在家人 这个福音的中心跟真理 不要只成为我们的一个知识 我们不但要明白 而且我们要成为 我们真实生活的经历 甚至于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 一个大能 保罗是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当别人看到我们 他们会怎么样来形容我们这个人 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充满赞美的人 相信神的人 还是我们跟没信主的人 一样害怕埋怨 然后在爱心上面 我们是一个可以给出去的人吗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白白得来 就愿意白白的舍出去 还是别人会觉得说 基督徒也是很小气 很斤斤计较的 在被错误对待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反应 你愿意祝福你的仇敌吗 好像保罗 对的这群要杀他的犹太人 跟长老祭司说 兄弟啊 他称他们为兄弟 甚至于罗马书 他说 为我的骨肉之精 就算死他都是愿意的 亲爱家人 让我们不只是读神的话 我们要活出 这个神的话里面 这个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的生命来被改变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只是参加聚会的人 如果参加聚会 我们却没有改变 那就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叫基督徒 就是小基督 小耶稣 我们或者没有办法一下子 扭转世界 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在我们所有在的地方 因着认识耶稣 而散发着基督的信向 到最后26章27节 保罗说 亚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就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后面的瓜胡姐 或做 你这样劝我 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 所以我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亚基帕王在保罗的面前 他心里面 是有受到震撼的 他是有听进去的 那至于 他后来有没有信耶稣 我们不知道 第29节 保罗就说 无论是少劝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 这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亲爱的家人 你听到这个 有没有很感动 这好像是保罗 在他身边当中 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呼召跟祝福 他面对这一群 要审问他 逼迫他 要杀他的人 他说 主啊 我今天要得着的 不只只是 亚基帕王一个人 而是今天 所有一切听我的人 也就包括那些 对我恨之入骨 想要杀我的人 保罗说 我都渴望他们 得着我所得着的 这个宝贝 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呢 我渴望他们 不必像我 这样子的不容易 一直被吓在肩里面 被鞭打 保罗遭遇了这么多 经历了这么多 完全没有被冒犯 没有埋怨 没有苦度 持续的跟神同工 真的是在尊贵人 年幼年长的君王面前 为神做见证 最后我们看 30到32节的结束 31节 他们就吞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 该死的罪 亚基帕王又对 菲斯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就可以释放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好像 哎呀保罗 你要是没有告就好了 你就可以被释放了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他不上告凯撒 可能就在被送回 耶路撒冷的路上 就被杀了 事实上 神要使用保罗的上告凯撒 要带领他到罗马 做见证 而这也是神 对他的一个预言 所以不但是在必行 而且必定会成就 从这个公审 我们看到保罗的勇敢 保罗在这一群人 面前虽然是上着锁链 但却是尊贵的 那我们也看到 神在这个其中的掌权 在这样的一个王面前 保罗大有能力的 跟他们做 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 那家人 这就是圣灵的大能 这就是叫基督 从死者复活里的灵 住在保罗的里面 所以他说 我的肉体 虽然是毁坏的 但是我的内心 一天心事一天 有这个宝贝 在这个瓦器里面 显出这么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自己 亲爱的家人 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 读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向神的祷告 向神的敬拜 都不是突然的 有这个宝贝 在这个瓦器里面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不断地谦卑下来 让这个宝贝 真的可以坐在 我们的宝座上 他来掌权 他来说话 他来行动 他来带领 复活的大能 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也会彰显在教会的里面 阿们 亲爱的BibleRace 关注我们家人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 希望我们的分享 能够丰富您的生命 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时光 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 制作好品质的影片 为神的国度效力 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 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 感谢您观看与支持 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留言 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